好 来关心天气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天气真的很不稳定 尤其是北台湾 这个雨呼大呼啸 有时候下的这个雨 是还蛮惊人的 到底什么时候 有机会见到阳光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树林 好了 温华哥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的确受到这一波 东北季风的影响 好乐不停 而且尤其是在 桃园以北 基隆北寒 到宜兰这一边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寒露 不过看起来 这个礼拜 这个雨最明显 就在今天了 您可以看到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桃园以北 尤其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 到宜兰 其实雨势都不小 那么中南部地区 其实受到一些 风场绕流 再加上地形的影响 在山区的部分 其实也有一些 局部性零星的降雨 以现在的时雨量来看的话 最大还是在宜兰南澳这边 下了19毫米 万里这边下也是19毫米 这都是时雨量 所以我们要特别 提醒尤其重灾区 像是基隆北海岸这边 今天看起来雨势 这还是忽大忽小 有时候还是会有强降雨 那么因此还是要特别小心 这种瞬间大雨 可能带来的灾情 那么另外气象鼠 还是持续发布了 豪雨特报 那么我们特别来看看 从雨量累积上来说 的确因为现在光是在南澳 已经是累积了139毫米了 那么在这个东势的话 从半夜到现在其实也下了92毫米 那么尤其因为今天整个在基隆 北海岸到宜兰之间还是会有较大雨 是发生 所以气象鼠的豪雨特报 特别针对了基隆 北海岸台北市双北市 还有就是宜兰山区发布豪雨警戒 那么特别提醒尤其基隆 北海岸到宜兰之间还是要多留意 山区的部分更是要小心 像这种落石摊方或者是土石流的意外 那么从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我们要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主要看的就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这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差不多 有2700公里 不过今天看起来会形成 今年第19号台风 百里加 不过百里加对日本 对台湾都完全没有影响 台湾这边的天气 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南北大不同 北部在下大雨 但是南部还有花东地区 现在出大太阳 但是中南部还是要注意 午后雷阵雨 因此从雨区预报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下雨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东北季风所带下来的 还是特别提醒降雨的热区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区 还有就是宜兰 今天都是会有局部性大雨 甚至好雨发生机会的 中南部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尤其是在南投以南 还有嘉义以南的山区 还有近山区 都要注意 今天不排除 都是会有大雷雨的 当然了 这个北部跟东半部的雨 到了晚上一直要下到明天清晨 什么时候才会出太阳 看起来礼拜四 阳光露点的几率是最高的 我们看看了 因为现在已经 今天就是24节气的寒露了 所以深秋时节 早晚的温差越来越大 以这个礼拜来说的话 您可以看到 礼拜四国庆日 就是10月10号双十节 跟礼拜五这两天 是天气最为稳定的 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要注意 北部地区 礼拜四跟礼拜五 低温可是下探 22度 甚至局部地区 会有21度的低温 明显非常有良意 那么中部地区来看的话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中部地区 从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 低温也都是下探 在22到23度左右 只不过了 中部地区天气比较稳定 未来这一个礼拜 都是晴天 那么南部地区 其实日夜温差也大 那么看起来 尤其在双十国庆这一天 低温在南部地区 也不排除会下探24度 东半部是迎风面 当然了 也是时晴时雨 尤其东半部要注意 就是在礼拜五这一天的话 目前的低温预报 也有机会下探到22度左右 所以已经到了寒露时节 大家真的要多注意 这支夜温差的变化了 时间再交给文华 欢迎收听 Hello 台湾 我是蔡一真 树莉早安 一尊早安 好久不见了 对 我回来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山坨儿被你躲过了 真的 很多人都说 你也太会挑时间出去了吧 居然躲过台风 你有 真的是 这个时候出国 然后我们气象团队 被山坨儿搞到疲累累的 我想也是 可是上次我回来 我想说应该就会是好天气 等着我吧 结果发现一回来 还在下雨 总还是要让你体验一下 对不对 东北季风 虽然山坨儿已经走了 但是东北季风 可是紧接着下来 所以你看昨天雨就下很大 对 对 而且你看到现在 我们今天出门上班都还在下雨 还在下 这时间很长 而且像中南部有一些 就是昨天半夜 不对 昨天的午后大雷雨 昨天午后雷震雨 有的下到半夜去了 所以这样时间影响的时间 真的是满长的 满长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昨天雨量排行上面 真的也下了不少 来 您可以看到 几乎很多地方 三分之二个台湾都在下的雨 尤其最多一个当然基隆北海岸这边 另外您可以看到 在这个南投以南 云嘉以南的山区近山区的部分 雨也是不少的 那么累积最多是在汐止 汐止昨天总部下了207毫米 另外瑞芳这边也下了169 那么南港则是下了134毫米 那么第四名的话就是在嘉义了 嘉义的梅山昨天破百 下了117毫米 昨天中部地区 这个午后雷震雨 午后大雷雨 最大的食雨量就在云林的古坑 昨天五点左右也下了67毫米 这样的一个食雨量算是强降雨 那么第五名则是在宜兰的南澳 下了115毫米 尤其南澳现在也在下着雨 所以今天可以说 是这一波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气 最明显 从昨天的傍晚晚上 那今天则是一整天 所以问如何我们还是特别提醒 尤其像是基隆北海岸 是重灾区的地方 还是要特别小心防范的 一真 所以今天雨还会再继续下 下 持续下 尤其今天来说 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到宜兰 几乎就是阴雨天 整天断断续续 而且一进来这个雨下的就是 一下大一下小 一下大一下小 反正就是整天 就是阴雨天 然后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的 像是花莲 台东 竹苗 就算是比较间歇性的 下雨的时间没有像桃园以北 到宜兰这么的长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阵一阵的下雨 不下雨的时候反而会透一点光 可是现在说这个海面上有个台风吗 还是会有一个台风生成吗 的确 现在距离台湾 2700公里的地方是有个热带性低期 昨天其实我们就有谈到了 这个热带性低期 今天看起来的确是有机会 发展成为台风 一旦形成就是今年第19号台风了 名字叫做白丽佳 对台湾会有影响吗 很远啊 人畜无害啦 还好… 想说一回来又要面临个台风 也该让你遇到 可是不要再来了 对 真的是不要再灾害太重了 这个对 台湾这个凯米之后 然后一个山坨就够了 我们现在也不缺水 对 够了… 所以大家现在其实都是要善后加圆 这次的南部还有基隆北韩 这一带至上都是重灾区 还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来修复 这个百里佳因为既不会影响到日本 也不会影响到台湾 所以人畜无害 所以就是赶进度的一个台风 可是说到了现在好像其实 你刚刚说不下雨的时候 还是会透光 但我也有发现 其实现在除了这个下雨之外 早晚好像开始有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终于不那么热了 对 其实像是昨天来说 不下雨大家感觉还是闷 尤其昨天事实上台南预警 有还有35.3 台北昨天不下雨的时候 你看也有30度 可是早晚的时候 早晚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儿凉意了 对 有秋意了 对 事实上这个是全球暖化 不然这个时候早晚是凉了 对 确实是 都已经10月了 对 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也是秋天的吗 对 代表深秋时节真的到了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对 我们赶快来看看那就是24节气的 寒露 这寒露啊 其实呢 如果我们从历春开始到现在 这是第一个有寒字的节气 那么也是呢 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咯 寒露 寒露呢就表示比白露还要凉 白露的时候呢 是呢这个刚刚秋天嘛 所以呢 你会觉得在白露的时候 感觉天气还是很闷啊 早晚还是没有感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啊 可是到了寒露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了 代表深秋真的来了 所以呢 气温啊就会比白露的时候还要低 早晚真的开始有凉咯 那么有一句俗言九月台 没人知道 表示呢 农历九月的台风啊 真的很难预测啊 秋台本来就是变化多端难以掌握 所以山陀儿台风 刚好是在农历八月底九月初 反正就是一样啦 一个九月台 这山陀儿台风 真的是整死人了 真的是很难以预报的 好 那当然在寒露的时候 很多好吃的咯 鱼货的部分呢 你看啊 春鱼 白带鱼 鱛鱼 尤其最近新闻一直在讲螃蟹 万里蟹 满满的蟹黄 满满的蟹膏 好好想吃喔 那么呢 这个还有文革 蔬菜的部分呢 像是芹菜 山药 莲藕 跟茄子 那么水果的部分呢 牛心柿 事实上牛心柿 不能够直接吃啊 不过呢 它就是拿来做柿饼 所以现在呢 其实啊 开始也有柿饼了 包括百香果 栗子 还有呢 青皮碰钢 现在也开始出来了 益珍 看到这里 是不是开始肚子饿啦 是啊 可是呢 现在美好是 只要赶快带大家来看 鸟世界了 对不对 对啊 今天这个讯息很多啊 所以呢 我们就少聊了 我们直接来看看 家宿 家宿 来 今天来看看台湾特有种的鸟 很可爱喔 这是什么鸟呢 黄胸手梅 这个是台湾特有种 而且就在中海拔的山区才看得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它呢 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做梅婆鸟 为什么叫梅婆鸟 主要是因为它的嘴角旁边 有一颗痴 美人痴 所以就叫做梅婆鸟 另外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番薯鸟 主要是因为它羽毛的颜色 再加上它圆滚滚的 而且又不怕人 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 就叫做番薯鸟 那今天非常谢谢啦 就是我们美好世界非常会拍 这个景色不管是鸟 花在它手里 真的都是拍得非常好啊 这个李李雪为我们带来 又让大家认识了一个 台湾特有种的鸟类 叫做黄胸手梅 好 来就叫它梅婆鸟吧 好 那长期天资讯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淑利咯 好呦 那我们就要赶紧来看看咯 哪儿还有光啊 原来这是花莲长虹桥看过去 居然还有光 好啦 藉由这个光温暖一下 正在下雨的地方 来来来 我们赶紧来看看 导播说时间到了 那我要赶快加速咯 来 十月八号今天是礼拜二了 首先我们就赶快先从 这个雨量累积图 要告诉大家气象署发布了 这个什么豪雨特报 其实豪雨特报主要是今天 包括下午都给它先报下来了 因为又怕今天雨量会比较多 你从凌晨零点累积到现在 你就可以发现 事实上的确包括了北部宜兰 还有中南部都有在下雨 当然中南部现在的雨很多是 这个昨天残留下来 午后对流残留下来的水汽 那么累积雨量到现在 目前为止最多 台中的东势下了88毫米 另外宜兰已经下了80毫米 那么气象署的豪雨特报 主要针对就是基隆北海岸 还有台北市以及新北市 包括宜兰山区 那么其他像是中南部的山区 也是要注意局部是会有大雨的 我们再从雷达回波图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 现在几个下雨的地方 一个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 迎风面 另外的话 注意了阿里山南头这边 怎么也有对流发展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东北季风 然后绕流产生的符合影响 再加上地形 所以现在包括在中部的山区 也有下一些雨 目前的时雨量比较大的地方 一个是在宜兰的东山 有28毫米 另外新北的深坑 则是有20毫米 无论如何现在有在流亡的地方 大家路况安全都要多注意 至于温度又是如何呢 赶快从目前温度 带大家一块来掌握咯 首先台北市现在在流亡 目前的温度现在是25度 中部天呕呕现在是26度 那么再往南走 那南部的歌声 哇 现在去头出海了 都用今晚几岛 二十五岛 东部的花莲也看到光了 花莲现在是24度 整个离岛地区来说 马祖在下雨 温度只有21 金门跟澎湖云多24到26度 那么整体的天气变化 从卫星云图 我们就要带大家一块来看看了 首先就是这个热带性第一气压 刚刚跟依贞对话有讲 今天不排除就有机会形成第19号台风 叫做百里加 不过百里加在广大的阳面上 对哪里都不影响 台湾的天气主要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北部东半部 今天都是云多下雨天 中南部不下雨阳光灿烂 所以从雨区预报 我们要特别提醒咯 今天下雨来说 今天主要基隆北海岸 包括了大台北的山区 以及宜兰要注意了 今天桃园依北到宜兰 其实整天都是阴雨天 那么花林台东还有竹苗 就是间歇性的降雨 中南部则是以午后雷震雨 尤其在这个山区的部分 要注意会有大雷雨 从地面天气图 还是提醒海边的风浪大 甚至沿海都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一定要多小心哦 赶快来看看 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北部地区今天的高温 是在26到28度 那么因为今天几乎整天在下雨 所以就没有像昨天 可以到30度的高温了 那么中部地区今天的高温 是在30度上下 那么至于南部地区 今天的高温还有31到32度呢 至于东半部的话 今天的高温则是在26到30度之间 那么至于离岛地区来说 今天的高温则是在23到27度 所以最后淑莉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了 今天来说的话呢 尤其基隆北海岸到宜兰这一带 因为已经连续下太多雨了 重灾区的地方还是无论如何 一定要特别小心警戒了 那么午后雷震雨加南地区要多注意 还有家中有除湿机的 记得给它开下去哦 时间交给一箴 除了